那負責我們肩膀的各個方向的活動 包括前舉、側舉以及內外轉動 那當我們肩膀的活動量太大、動作太快 或者是用力過猛的時候 就容易發生肩脂轉肌、肌肉搭傷 然後肌腱胛、肌身是肌肌裂傷的情形 那他受傷可能會有什麼症狀呢? 第一個最直觀的就是你的肩膀會有疼痛的狀況 然後你可能沒有辦法提重物 然後再後來呢甚至就會有一些局不高的情況 那如果只是拉傷或者是肌腱的部分破裂 他可以使用藥物或者是部件治療 並不需要太高 原則上拉傷可能至少會需要2到6週的恢復 那如果已經產生一個肌腱破裂的狀況的話 至少就會需要3到6個月的時間 才有辦法護原 那如果是已經有肌腱破裂的狀況 那已經同時接受傳統的治療 包括藥物或者是部件治療 並沒有明顯的改善的話 那就可以考慮真身療法 來增加我們身體的護原能力 那到底什麼是真身療法呢? 它是一種促進組織在身中部的注射治療 那我們注射的目標就包括了關節、韌帶、肌腱甚至是筋膜 那它可以去強化我們脆弱的肌腱或者是韌帶 進而減低疼痛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把要注射的東西 打到一個壞掉的那個組織的地方 引起一個新的發炎反應 那這個發炎反應之後呢 我們身體接著就會開啟局部組織的修復與再生 進而達到殘化組織以降低疼痛的效果 那我們注射的東西呢 其實目的是要去引起組織的發炎 那它可以是高濃度的葡桃糖水、硫酸吸、魚油等等 那經過實驗目前呢 最常用的就是高濃度的葡桃糖水 大約是15%到25% 那也可以選擇注射自體血小板的濃縮 也就是大家很常聽到的TRT 它其實就是藉由抽取自己少量的血液 你新之後得到高濃度的血小板血漿 富含大量的生長因子 所以它可以促進我們組織的修復 那因為就是它是去抽我們病人自己的血液 所以它是天然 它都是就是來自於病人本身 所以不會有排斥或者是過敏的風險 那我們注射的東西絕對不會含有類過醇 那目前的實驗的概念是說 如果你在注射的時候可以藉由超音波的導引 就可以更精準的把這個注射液注射到我們想要爬去的地方 然後當然就會有更好的那個治療的效果 那我們就來拍一拍這個超音波的影片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的血短肌的肌肌 像一個像一個鳥嘴一樣 那這個就是針 也就是說我們在超音波看得到肌肌的狀況下呢 我們在看得到超音波肌肌的狀況下 然後呢同時看著針肌從旁邊這樣子進來 那像在這個地方的話就是要去打在這個地方 就是發炎在這個地方這樣子 因此相對於以前比較是 利用一些其他的方法 例如說節口位置來做定位 現在又超音波技術的以及機器的進步 所以我們可以用更清楚的方法來治療病人 那這個這個濕的這個技術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其實就是主要是從我剛剛介紹的肩旋轉肌肌肩的損傷 慢性的腳腕有傷 長期的下背痛往球皺等等 事實上大部分的骨關節疾病 所以膝蓋肌肩膀手肘腳踝甚至是中肘肘 例如說下背脊椎痠痘等等 其實都是可以適合施打的對象 那治療的方式以及次數呢 其實大家就是要看我們是到底是難過一次受傷 然後受傷的程度到底是嚴重還是輕微 那一般來說療程是三到六次 那因為我們是用注射之後可以讓肚子有修復的時間 因為它並不是一個止痛藥 它是去刺激我們組織的修復 所以每一次的間隔大約需要一個月的時間 但是還是會以醫師的理方探討為主 那很重要的就是治療期間需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不能使用消炎藥 因為我們是希望藉由一個消炎的反應 消炎發炎的反應來引起一個組織的修復 所以我們不能用往常過去常常使用的一些消炎止痛藥 這樣的話會會以消炎出色的效果 那也不能使用肺部醇 一樣它會以消炎的手術效果 那適當的運動 是就是可以刺激組織更好的修復 有論說是真身療法可以重新起動身體的癒合的過程 那它可以長化肌肌認代去移植能痛 那我們會使用肺部醇 它適合帶有多數的肌肉管理解決定這樣子 那我是副健康的中癮品醫師 那旁邊的QR Code 是我本身個人的那個個人化肌站 那上面有一些衛教的文章 以及關於我的一些介紹 並沒有修復的效果 它比較像是讓活動起來沒有那麼順暢的關節 可以不卡卡這樣子 所以它們兩個的功用不太一樣 但是是可以同時存在的 實在如果想要兩種東西都注射的話 會建議至少隔了三天到七天左右 並沒有特別的危險支出 我一般來講實務上會這樣子處理 那另外就是玻尿酸目前在我們國家的話 是就是只會被建議使用在膝關節 對不對 是比較有實證上面就是醫學上面的支持這樣子 時候會需要考量到是進步的受傷 而不是普通的拉傷是嗎 有時候過度使用的話 手也咬不出來 但是又沒有你講的那個到拉傷的那種狀態 這個治療或是說 不用藥物的話那個差別 會不會有什麼差別 一般來講就是像你說的過度使用的這個疲勞痠感 一般來講我們會覺得是在運動結束之後 或是活動結束之後 72小時內應該要自然可以緩解 也就是說你在不特別作息的狀況下 當然不可以繼續給它操 對就讓它好好休息的狀況 那72小時應該是可以完全不遠到我們正常的狀況 那如果超過的話 那我們跟大家想說是不是有一個距離過的 組織上面的損傷 不管是我剛剛講到嚴重的破損或是破裂 或者是比較嚴重的肌腱發炎 都有可能 那就可能就會建議要到醫院做最多的檢查 那另外還想要詳調一點的是 像這樣子這方面肌腱韌帶的損傷呢 在一般的S光片是檢查下面是無法檢查出來的 S光片只有辦法讓你們找到骨頭有沒有斷掉 或是裂開 所以有的時候病人在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找了S光都覺得是正常 可是它還是很痛 這時候重演過就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可以讓我們找到實際有些反腐質的受傷 所以主要就是肌腱韌帶的部分 所以我們先看到我們全部都掃一遍這樣子 太過型了 所以我們會檢查一下前面這個身體的身體 這樣出一遍的時候會很長 這就是二頭肌有幾件 它封掉我們 前面會掃一下看起來沒有問題 然後放到後面去 這個就是比較容易夾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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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從頭到尾 掃過來 看起來是蠻漂亮的 一般來說肩膀拉傷的話 可能在我們用力過猛的狀況下就會發生 或者是突然提起太重的東西的時候 那拉傷其實意思就是說 我們照成肌腱或者是肌肉的一個發炎的反應 那通常在休息的狀況下 然後不要再讓肩膀做一些負重的動作的話 其實會自然的舒服 一般來講應該要在三到五天內 應該就是要回復到正強的狀況 那如果是受傷的肌腫比較大一點 然後或者是更大的話 那可能那個脈性的發炎 就有可能會造成肌腱的破裂 那這就是組織上面的損傷 那有時候這個可能就沒有辦法過 然後靠休息就會改善 可能就是會需要藥物復健 或者是增生注射的介入這樣子 增生注射呢它主要就是因為 藉由我們施予一個外來的東西 例如說高濃度的葡萄糖水 或者是PRP來促進組織的修復 那它們兩個的差別是在說 因為葡萄糖水它是去引起一個發炎反應 來吸引我們血液裡面的血小板 跟生長因子來到我們這個受傷的地方 來輕鬆的修復的反應 那如果是PRP的話它就比較直接 它就是直接把血液抽出來 我們直接把生長因子抓出來 然後打到我們想要它去的地方 所以相對來講濃度比較高 那當然效果也會比較及時 對 好 謝謝